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聽了兩位網友的對話 我覺得非常精彩 但今晚也有很多爆料 除了這條影片之後 另外下一條影片你不聽就是你的吃虧 因為我聽完之後我都打過凸 當然我要先講這條影片 昇爺很多人覺得他很壞脾氣 也會講一下劉德華對他有什麼評語 以及為什麼他們沒有再合作 先講新鮮的新聞 黃昏早兩天 昇爺也有請人 他更新了他的IG去看應徵者 他正在選擇螢火蟲 我看到他的圖 尤其是他在內地或是香港 或者收納全球華人 就去幫他忙 你也知道他本身不容易相處 要求亦很高 現在傳媒說他真的請人 在黑板上寫著請人 他在五日前突然間開設了個人IG 令人非常震驚 為什麼呢 可能是公司的策略幫他開 更新他的資料 但是更加令大家興奮 就是原來昇爺 他就有新的計劃 就要請人 說真的 可能跟他 因為我有傳媒的朋友跟我說 跟他合作過的 你也知道我其實很喜歡他 但喜歡之外 我都不是盲目一面倒 說他好的東西 譬如我在傳媒的朋友聽到 跟他合作過 都沒有任何人在他身上可以拿到好處 那我就向我的偶像辯護 我說會不會是因為其他人太差 離開了他就找不到食 你一定要貼著他 是他捧身邊的人出來 那也有些人獨當一面 那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我不時都這樣說 你好像扮李小龍我陳國坤 是不是有自己的本事 拍完少林足球 他自己有獨當一面 他有這樣的本事 就算脫離了周星馳 都可以自己找到飯吃 在魚流圈 那你說其他人 如果不是在周星馳的電影 或者導演之下 他自己個別 或者他明明做一個小角色 在星爺的導演之下 是可以有這麼出色的角色 只是讓他演繹而已 我作為周星馳的粉絲 我唯有這麼說 好了 所以他自己 我的朋友可能未必同意 不過他就跟我說了 其實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另外就是 好了 如果不是每個人可以跟他相處得利 可能走下一些 走下一些 走完 糟了 你估軍作戰也很辛苦 對不對 最慘 怎麼說 他這麼高要求 未必一定 跟他一起工作 是可以達到他的要求 有可能他的脾氣 也很火猛 因為他本身八字裡面很重火 因為他人是不好脾氣 其實大家都不是陌生 對於他的性格 所以在他身邊長久以來 說真的 這個娛樂圈也合狗必分 合狗必合 大哥未過世之前 也說生死不相往來 但之後也覺得 在內地的綜藝節目也說 有機會也不介意跟他合作一下 好了 現在星爺有個新計劃請人 第一個貼文 就是 大大字寫著 請人兩個字 更加吸引了不少圈內人 有很多人 你多不喜歡 多麻煩 其實也很想拍著星爺在一起 在他身邊 進去電影裡有份參與 另外也有些KOL留言去認證 稱讚好數目達到12.9萬人 有機會可以看看 這個Steven Chow 他寫著 星爺也是 他寫著 在選擇螢火蟲 hashtag createwithsteven 我相信他也很喜歡 Steve Jobs 這個也說了最新的 帖文 另外我也說說 劉德華和他 其實自從1991年 整股專家這部電影之後 之後就沒有一起 合演過一部電影 當中的理由 很多眾說紛紜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三十幾年前 1991年的時候 他就拍完電影 整股專家拍完之後 周不時在電視台重播 另外 那個影片也在周星馳和 劉德華計 倒閉第二次合作 之後的第二次合作 而最匪夷所思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兩個人再沒有合作 傳媒也找了 曾經 魏絲培 在一個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他曾經親耳聽過 星爺和劉德華拍戲的時候 撞鬼的經歷 這個我曾經說過 並不是有什麼新鮮 不如有些新網友不知道的話 我可以簡單說一次 但我會再補充一個 新的關於靈異的東西 說道出原來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兩個再沒有合作 這個以下 你們曾經聽過 但另一個關於廁所的人 你們應該沒聽過 兩個人一起去拍戲 然後兩個都是大明星 當然不會自己去買東西給另一個明星 更加不用自己去付錢買東西 工作人員買個宵夜回去之後 就和兩個人合照 當時半夜的光線不太好 劉德華提議 不如第二天再拍戲 對方很開心 答應 之後自己離開了 但第二天 劉德華打開報紙一看的時候 當場叫出來 她說 是否你弄我 然後魏絲培在她的節目裡 親口轉述當時劉德華說的話 她說 看到報紙說 之前在片場附近發生一個車禍 被撞到當場死亡的死者 在刊登出來的死者的相片 就是昨天幫他們買宵夜的男生 在片場買宵夜請他們兩個吃的男生 她說 但是那個新聞是她 在買宵夜給他們吃之前 那個人已經發生了車禍死了 當時魏絲培去請田雞做訪問的時候 田雞曾經說 周星馳所屬的是聲輝公司負責人之一 她當時是魏絲培主持的節目 之中回憶田雞說 她說和周星馳合作的點滴 被問到和聲爺一起的秘聞 田雞透露 星爺每次過夜拍攝的時候 最怕一個人睡 她一定經常逼田雞留在她的房間裡 喂喂喂不要走住 在我房間裡睡 臨睡不准關燈 這個大家都應該聽過一下 另外亦有一個傳聞 更加傳周星馳和劉德華拍片期間 曾經去廁所一些鬼怪的事件 首先就是周星馳去廁所 但突然聽到有人衝廁所聲 但她出來的時候 一個人影都沒有 全部廁所門打開了 另外劉德華也在一起合作的時候 在廁所門口裡 明明聽到有人在哄歌 可能在哄一些歌 但有人敲門提醒她 喂要開工了 不是 劉德華就敲門 敲門說 喂要開工了 誰在外面這樣說 雖然歌聲立刻停止了 但在廁所走出來的時候 當劉德華走出來的時候 根本是廁所一個人都沒有 究竟是誰沖廁所聲 沒理由一點腳步聲都沒有 那時候是夜媽媽的 據知劉德華和周星馳事後分別 各自找了一些風水師傅和算命的先生 去查詢過有關的經歷 但兩人得到的答案是 你兩人的八字都不適合跟對方再合作 這樣是建議或者定竹 雖然很多演藝圈的人都聽過這種說法 但他們兩人再沒有回應 是真是假就沒有人知道 另外也要說一下 周星馳做Cat Le Fair的時候 成為一代喜劇之王 電影圈裡面 當然他的地位是沒有太多人可以取代 一代的少將 很多人都說 其實他人緣相當差 接下來我會說一下 一些獨家爆料 關於我身邊有朋友跟我說 關於他怎樣對身邊的人 一些怪行 他很多時候被人評為他 很難相處的 人緣很差 好了 但向太太曾經歷數周星馳 多壞 但向太太曾經說 劉德華和周星馳永遠都不會做朋友 這樣說 這個是向太太說 向傳媒 但周星馳被攻擊的時候 劉德華聽到立即跳出來 為周星馳澄清 他說 我和阿星仔合作的夥伴關係 但我只能說 現在 以前和未來 我都是他影迷 劉德華幫周星馳護駕 並且劉德華也透露過 很懷念和周星馳一起拍電影的時候 認為他和他一起拍電影很好玩 而周星馳是名副其實的喜劇之王 雖然有些人覺得他很難相處 但也有不少人像劉德華一樣 跳出來支持他 覺得他和他一起拍電影很好玩 也覺得他是我的偶像 華仔哥哥這樣說 另外 我講一些關於我朋友這樣說 其實 在娛樂圈有一個電影人 我不要說他的職業 因為日後這個人 也會給我更多猛料 我不想透露他的身份 總之有一個電影的參與 很多電影的台前幕後也有份參與 那個人過身的時候 周星馳自己不用人問 他自己私下給了一筆很大的巨款 這位工作人員 他在台前幕後也有參與 周星馳的怪幸是甚麼 其實他是做很多善事 只不過他是不喜歡告訴別人 他做善事是不喜歡告訴別人 還有這個電影人 其實在行內是很出名 但他亦都低調 那行內的人知道他很有料 非常有料 其實在我的影片我曾經說過這個人的名字 不過現在 因為告訴我這件事 他遲些會有很多猛料 我不想暴露他的身份 周星馳的心底不是大家想的那麼差 他也有幫助別人 但其中一種怪的行為 他怪的就是幫助別人 不喜歡到處告訴別人 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甚麼人會令他主動對好 就是他懂英雄更英雄 如果他真的覺得對方很厲害 其實他不會說出口 但他自己用行為去證實 和那個人是互相尊重的 就像金融一樣 他曾經用過一些電影的功夫 用金融裏面的招式名字 去主動寫一張幾萬元的支票給金融先生 金融先生也覺得很驚訝 很驚奇 無端端我都沒有要求 他自己自動的 另外 這位電影傳媒人過世的時候 他的家屬說出來 其實周星馳的人是好心底的 主動給了一筆大的錢 去做白金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告訴別人 我很有幸 也認識到這一位的朋友 接受白金那位的家屬 這個就是 讓大家更加了解 星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不要人云亦云 人云云 人云云云 還有這個 什麼 交叉 那尊重得的人 應該有花族上下的 食英雄 重英雄 但是如果那個人沒有什麼 但是他又批評周星馳 說 他很衰的很刻薄 你看他尊不尊重你 他可能眼角高 要有反應上限 這麼高這麼大 他才會欣賞他 或者不用說話 他有什麼事他都會幫 我想凡是有兩面 有陰也有陽 有好也有不好 不要一面倒人家說他壞 你聽到某些人說他怎麼壞 說真的 他自己對別人好 沒有到處跟別人搶 現在有這樣的機會 我告訴你 不是因為他是我偶像 是不是有善恨 我都會說 有些壞的事 你看Smart Travel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日後星爺有什麼負面新聞 大家想清楚 說他那個人會不會和他有什麼過節 利害衝突 又或者會不會那個人太過期望 過高 或者他自己本身未必令到他心領誠服 好嗎 OK 好了 這條影片你們喜不喜歡 那我去一去下一條影片 來到今晚 現在已經11點了 那我接下來下一條影片超厲害的 不看就是你吃虧了 你可以看重溫的 不過有時候我講的時候你可以猜 我看看你的名字 看看你猜得多對 這條影片我看到之後 真的很驚訝 我聽到之後很驚訝 原本我打算 如果我講這個事件出來的話 可能很快就講完 你知道我其實也是很擅長做人物專輯的 那我就不想放另外一些藝人 明星藝人 放在他這個黑影人的旁邊 免得他跟他有關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 比我來說太震撼了 所以我覺得另一半的事件 就會放一個香港的白手興家的故事 關於這個金字磚的創辦人 他已經過世了 好嗎 OK 那我現在先拿回連結給大家 OK 好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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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我早上跟大家報新聞 但我明天下午是有地方要去的 那你們密切留意我的動向 希望會拍到一些你們想看的資訊給大家看看 好嗎 對了 好 那你們現在可以稍微欲報了 好嗎 OK 聽多些不同的人去評論 別只是單方面聽 一個半個說他很壞 好嗎 OK 我們待會見